大家好,我叫张婷丽,来自重庆连制科技有限公司。 我叫我们的名称叫宜传神经网络中间界。 是具有自学习能力的仿石类技术软件,实现积极学习。 其技术原理是模拟人脑思维方式实现数据的智能化助理。 我将重点围绕自学习能力展开介绍,通过游戏的模拟来验证自学习效果。 2.黄色精灵找到食物者生存,保留者被淘汰。 在这年前,黄色精灵们都找到食物,一代又一代的遗传、进化。 找到食物的精灵直接遗传给下一代,这就是优胜劣开的进化机制。 就像中国籍公园里的语气台词,生命总是会找到出路的。 2.黄色精灵找到食物者生存,保留者被淘汰。 2.黄色导弹,红色为难击者。 3.他们出现的时间、地、方向都是随机技能。 3.训练型的基础率为0。 3.这是训练型的神经结构图。 4.这是训练的状态图。 4.为了截止时间,我们直接读取训练了六七部队的记录。 4.他们进化出了两套战术。 1.是浮击。 2.是神经攻击。 4.是神经攻击。 4.训练率平均98%以上。 4.又是一个浮击。 5.这是训练后的神经结构图。 5.基础率从0-98%的过程,没有任何的容易干涉。 5.这就是自学习。 5.在技术的发展方向,目前我们的定位是做AI。 5.第一款的预测分析产品已经上显了淘宝的卖家服务市场。 5.定位是AI。提供专家系统博士实跃的。 5.在数据分析的行业,建博士最重点的环节。 5.因此机会,我向大家分享我们建築的方式。 5.非常简单,共三种环节。 5.数据表。在训练程序里面运算。 6.运算的过程中,实时产生数据模型。 7.应用程序,夺取训练最新的数据模型。 8.通过应用页面向客户展示预测的效果。 8.首先来看数据表。 8.还有三个特征。 1.是,环向自动的维度可以无限的增加。 1.比如客户的信息、标语的信息、商品的信息等等。 2.数据类和非数据类同时运算。 2.比如商品的价格和客户的性别。 3.但是,参与训练的数据和求得数据之, 3.就是在同一个数据表里面。 4.比如红色肤里面的部分就是需要求得的数据。 4.那么,反应的产品的特点之一,是通过历史数据,自建数据模型。 4.这是一个神经解惑图。 4.拆与训练的字端有多少个? 5.第一排的神经线连结点,它就有多少个。 5.在预测的过程中,神经的连结线,它本颜色会不够地变身或是变起。 5.那么,说明,拆与训练的字端,与求得的字端之间的关系,调毁不够地变过或变强。 5.那么,提现成品的特点之二。 5.它是为字端的发现引识的规律。 5.训练程序的配置是最重要的环节。 5.它不仅为一个配置和内可配置。 5.我们先看一个配置。 5.它有三个环节。 5.输入的设置是指所有参与训练数据。 5.而输入的设置就是需要求得的字端。 5.综合是人质数据表与训练成的一个材料。 5.这是内容配置。 5.它主要是一层算法和神经网络机构的一个参数的设置。 5.产品3.它的运算的速度快,准确比高。 5.因为运算算法结合神经网络机构,在处理海洞数据时, 5.它是平体平均,能够快速找到数据动品。 5.点少干扰。 5.而传统的神经网络机构,它是个体剧院。 5.成果将破干扰。干扰破坏。 5.这是一个记录的组织表。 5.每一条记录都是一个数据模型。 5.读取最新的数据模型。 5.通过应用界面相测课展示预测课效果。 5.操作如此简单预测课效果, 5.这是有两个商业,商业商业, 5.这是逃亡以外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提供数据作业证。 5.它的准确分别98以上。 在最好准确的基础上 与业务的需求相结合 大学时代必将无理质价 我也借此机会邀请有个处军 有需求的企业一起合作 谢谢大家